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然我就那个时候也在神面前有祷告 包括去年六月份 其实那几个月对我来讲其实是蛮煎熬的 我自己内心当中经历很多的苦难 经历很多的不容易 我也在神面前紧紧地依靠神 因为大家知道我每天会养成 跟耶稣写一封信的习惯 每天就跟耶稣写信 每天跟耶稣写信 当然那天六月二十一号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母亲其实神就医治她了 那当然医治她呢 那我心中就有平安 然后呢我就跟她写一段文字 这是我在群聊的时候 群聊我爸我哥哥 还有我母亲 还有我 我就拉到了一个群里面 那就针对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把那个雪落妇人 一摸到耶稣的衣裳碎子 就立刻就止住了 然后呢我又把这个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第七节 有发给我母亲就告诉她 那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到呢你一切都平安 但是呢我要鼓励你 积极地配合治疗 不要总是盲目的信心 那就是她以前 什么叫盲目的信心呢 她以前的时候 她就觉得看病是不属灵的 那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也是不属灵的 所以说她生病的时候 她就拒绝治疗 她就一直跪在那里进食祷告读经 拼命地亲近神 但她的问题就是 她其实有点用她在民间信仰的思维在信神 那民间信仰是什么意思呢 就觉得好像自己属灵 然后呢就觉得拼命地读经祷告灵修 就以为这就是爱神 那结果呢 她第一次 那病越拖越严重 不得不去最后把子宫摘掉 那因为癌症的不断地 还并且还是恶性肿瘤 结果呢第二次呢 她又突然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她还是早就出血 她不去复查也不去治疗 她就觉得她是不是该认得罪 要赶紧在神面前认一阵 就认罪祷告 就觉得好像认完了差不多了 就觉得好像 我应该有信心 我去治疗又是没有信心 其实反而当她 这个血流不止的时候 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 她反而感觉害怕了 当医生跟她判断说 你再不治疗 你命都没有了 她那时候突然一下子 变得很小心 非常的害怕 恐惧 战惊 那然后呢 我就打电话跟我母亲 我说 其实你要承认 你内心中的恐惧 你不要用信心 去遮盖你内心中的恐惧 你要去面对它 你要去突破它 你要靠着神的恩典 神也现在也给了 这种医疗条件也不错 以前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 你依靠神 神就医治了 现在这个医疗也比较先进 你这个问题 也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癌症里面 算是比较小的一个癌症 它不是心肺治的癌症 它就是你这个子宫癌 那你如果及时的治疗 好好的配合 其实也都可以得到 医治和平安的 那时候我就把这个信息 就发给它 并且也打电话鼓励它 它就开始有点刚强 就透过那个鼓励 安慰 然后也为它祷告 那它就积极地配合治疗 最后在今年的4月21号 它去检查复查 非常的平安 然后呢 那些癌症都被控制住了 然后也没有再继续地复发 然后呢 经过化疗放疗 那放疗的过程当中比较痛苦 因为它那个 等于说是里面 好像像烤一样的那种 所以有些水肿 除了水肿以外 其他的问题都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医生给他的这个诊断 也是非常的好 整个结果非常的良好 那我真的是感谢神 从去年6月21号 到今年4月21号 经过十个月 那这十个月当中 那其实我也是 陪着他一起度过 然后他恐惧战惊的时候 我就鼓励他 安慰他 然后陪伴他 让他勇敢地去面对 他的问题 不要害怕 那他其实不只是 他的一个癌症的问题 他其实更多 他内心世界的问题 他一直就是用一些各种 甚至用一些民间信仰的思维 带到他的信仰里面 然后就觉得 这些是不属灵的 那个是不爱主的 然后怎么样 结果还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当然感谢神 神也帮助他一次一次地度过来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敏锐 这个又不行了 来动一下 动一下可能就行了 好像 上面是不是 对我们是不是没有插到那个 对 我们因为系统换了 系统换了就不太顺畅 不太敏锐了 为什么不太敏锐 他根本就不可能敏锐 因为那个遥控接收器 没有插在那个电脑上面 我们现在是三台电脑 好 请插一下 插一下就敏锐了 好 好 我就等一下 插好了 好 来 插好了吗 好 敏锐了 好 脸上了 那这个就是敏锐 然后顺服圣灵的操练 也就是接收器 没有插上去 怎么可能敏锐 好 我按了半天都没有反应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 就是敏锐与圣灵的操练 敏锐与顺服圣灵的操练 那我们其实 在美国的一个调查当中 其实美国的人呢 有13%的人是无神论 但是所有人都会祷告 包括13%的人这无神论 他们也有祷告的习惯 那当然这个祷告呢 跟我们基督徒祷告不太一样 他们从无形当中 好像跟某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对话 来求他们心中想要的东西 那这其实是人都会祷告 每个人都会祷告 天生就会祷告 就会好像像一个某一个东西 像求告一样 那这个就是人性 人里面都有这种倾向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那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以后呢 这个时代是属于一个 理性主义时代 那我们换句话来讲 慢慢慢慢发展叫现代主义 后面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叫后现代主义 那刚好我们这个X时代的人 大概是60年 就是60岁以上的 那个年代的人 基本上是属于 受理性主义时代的影响 把称为现代主义 那但是呢 我们80后到90后 一直到00后 这个时代的人呢 他受的是什么影响呢 叫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也就是说 现代主义的理想的人 影响的人呢 他们是属于理性思维的 他们比较注重逻辑 比较注重架构 比较注重秩序 甚至换句话来讲 他比较注重顺服 那你如他在教会里面 就很听话 很乖 你让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 因为他喜欢了秩序 他一旦进到一个秩序里面 你让他干什么 他就非常的乖的 非常顺服的 但是呢 80后 90后 00后 他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 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们是属于注重感觉的 他让我感觉舒服 他才愿意顺服 你知道明白这个概念吗 所以说 当这两个时代的人 坐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冲突 什么冲突呢 就是 长辈就会认为 小孩你不听话 你不乖 你不顺服 但对于小孩来讲 你讲的这句话 让我感觉不舒服 所以说 我不想听 大家知道 问题在哪里了吗 同样也是一样 那到底这个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怎么样操练 与神的关系 聆听圣灵的声音 这个很重要 那因为今天这个时代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呢 所以说 现在的学科 一般叫什么 心理学 或者精神学科 因为已经跨越了 已经经过了 理性主义时代的 那个过程了 现在的人就比较注重灵性 那 据研究调查 现在很多的人呢 他们都非常关注灵性 当然关注那个灵性 并不是圣灵的灵性 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里面那种感觉 人的情感 然后所有很多人 你会发现就喜欢去冥想 或者做瑜伽 或者是去旅游 然后到旷野里面 让自己安静 让自己可以冥想 让自己可以整个 远离这个喧闹的世界 现在人很注重灵性 甚至也很关注什么呢 灵性陪伴 那这是心理学里面 灵性陪伴就是说 就需要找一个小伙伴 然后两个人一起结伴而行 然后成为彼此的知己 然后互相陪伴 互相度过人生的 各种各样的艰难 困惑 疑惑等等之类的 或者情感的需求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代的人 越来越注意这些了 并且你去图书馆看书 这样的书也越来越多了 以前的书都是很理性的 就是应该怎么做 教你怎么做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 现在的书是什么呢 很注重你灵性的 这个心灵的感觉的 情感这个地方的 这种培养 所以说未来的时代 我们会发现 人越来越注意情感的健康 人越来越关注情感 所以说心理学 慢慢变成一个 非常兴旺在这个时代里面 很多人都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人开始觉得 这个很有意义 花钱 让那个心理医生来陪伴你 就是人家还赚钱 然后你还去 你愿意花这个钱 去付这个陪伴的这个时间 这是因为现在的人 越来越关注这个了 但是我们基督徒 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 和一个感性主义的时代 或者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到底是感性主义 到底还是要理性 到底是感性还是理性 你会发现 往往我们用感性 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过度地依靠你的感性 你常常把你的感觉 把它理解为 是圣灵的感动 有没有这样 今天有一个感觉 甚至还有直接会说一句话 今天圣灵感动我 感动我 你要怎么样做 那很可怕是不是 理性主义的人呢 他就用圣经 他就一直读圣经 拼命地读圣经 追求知识 但是呢 从来不去用感觉 跟神的那种互动 那但是感性主义的人呢 又很有问题就是 他常常会用感觉 然后呢 成为基督徒以后呢 用那个感觉 去说这是圣灵的引导 所以就造成了教乎的混乱 说今天我们怎么样操练 与圣灵同行 敏锐于圣灵的感动 顺服于圣灵的行动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非基督徒 他们也有祷告 不信耶稣的人 他们也有祷告 甚至无神论 他们也有祷告 但是他们的祷告 却是跟那个对象 是没有互动的 跟他们的神 也是没有互动的 那同样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祷告 那当然祷告的比较少 我们记得我们在那个讲的 祷告操练的时候 那特别调查什么呢 在美国 牧师的祷告平均是十分钟 会中的祷告平均是 两分钟 二点五分钟 是每天祷告啊 就是跟神祷告 并且这个祷告呢 还是什么呢 还是没有互动的 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就是你也有祷告 但是你的祷告只是祷告 但是圣灵讲的话 你没听见 就是没有互动的 那就可以看到 今天在教会里面 基督徒的这种属灵的 这种跟神的互动的那种贫穷 贫瘠 到了什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反思 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 那我 礼拜四的时候 就前几天 我突然就在跟耶稣写信的时候 我心中就有个感动 那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为什么常常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 那我第一个就在想 就是在他初信的时候 他的信仰的根基 他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上面 他甚至用一些迷信的思维 还用他曾经那种 那种思维 甚至或者受理性主义 或者受这种感性主义 这种时代的影响下 他把这种带到他的信仰里面去 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说 他的信仰的根基最初 就是不是太正确的 第二个原因是 他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他也不以基督为中心 他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也是用感觉 然后用理性去相信神 跟神去对话 结果就导致他 当然不是说感觉和理性不对 也对 但是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 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说 你会发现他的成圣生活 也是出问题的 最后我就在想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养成不断反思 透过圣灵的光照 不断反思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 也犯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透过跟耶稣写信 不断地去省察 去调整 因为我发现 当不断调整的时候 当你聚焦的时候 你跟神的关系 连接对的时候 你就会常常会听到 圣灵跟你讲话 但这个圣灵的讲话 不一定是你要听到 一个具体的声音 非常清楚 不一定 有的时候可能你会 神透过跟你讲话的方式 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是 你在读经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感动 这句话 这几个字 特别敢打动你 然后你就用这几句话 然后在神的面前去思考 去揣摩 那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跟耶稣写信的时候 我在为一件事情 在神面前祷告 非常苦恼 我写着写着 突然之间就有出路了 写着的时候 突然神就给我一个回应 哇 你应该怎么做 那这个时候 并不是我听见了什么 我就在写的时候 主啊 我今天 有件事情非常苦恼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一直在跟神诉说 诉说的时候 突然之间 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哇 我竟然知道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了 那有的时候 我在读经的时候 突然神给我一个感动 这句话就告诉我 应该怎么做 就非常的清楚 当然 有的时候呢 我竟然发现 我从小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 喜欢做梦 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梦的人 小时候都喜欢做梦 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呢 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属于什么 受理性主义时代的影响的人 虽然是 后现代主义的 这个环境里面出生的 但是我的思维 其实是理性主义的 那时候我就 拼命地读经 然后拼命地去读神学 去思考神学 从逻辑上一定要通过 结果我发现 我竟然 把这个梦这个东西 给拿掉了 那其实神很奇妙 那我就发现去年 特别是在我母亲生病的 那个阶段里面 我也是在苦难当中 我那时候也跟耶稣写信 那时候发现 神给我有很多的梦 我竟然发现 神竟然会透过梦 跟我讲话 然后并且梦中 我看到一个 非常清楚的画面 然后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赶紧为这个梦 然后跟神去互动 然后去祷告 去寻求 主啊 你给我这梦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 这是不是你给我的梦 还是我自己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呢 那我就在神的面前 去反复地 去思考 去分辨 去查验 我最后发现 这个是对的 那我就 最近我就特别注意 这个细节 一旦有什么梦境出现 不一定每天都做梦 那有的时候做梦 就看到一个画面 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 跟耶稣写信 写信的时候 我就去查验 这个到底是我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事物多令人做梦 这也是传道书里面 所讲的 还是神 你要透过这个梦 对我说什么 那我就在神的面前 去查验 因为最近我就发现 竟然我小时候 很喜欢做梦 神开始透过梦 开始给我一些对话 我开始不是用 过度的理性 去思考这些问题 而我是用 圣经的真理 那当然也有理性 不否定理性 但我们不是理性主义 我们也不否定感性 但我们不是感性主义 那个主义就出问题了 主义就出问题了 一旦什么东西 加上主义 那就出问题了 只有可以以基督 为中心的主义 其他都不可以 那我们这个主义 只能对上帝 只能对上帝 不能对别的 其他的任何的事物 那我最近就 不断地在神的面前 去思考的时候 那我就更加敏锐 圣灵对我的启示 对我的感动 不管是透过梦境 还是透过读经 还是透过跟耶稣 写一封信 那当然我也跟大家讲一个 并不是那么成功的案例 不一定我们每次 顺服圣灵 都是那么成功的 我也可以讲一些失败的 那讲一个失败的 跟大家听一听 让大家有点安慰 有点安慰 讲一个失败的 那1月25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上 正道有一门课 我们叫我们博士班的课 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 很累 因为从早上到晚上 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 从早晨到夜晚 一直在上课 并不是一直在聆听神 跟你讲话 那当然我那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 都会有清晨之光读经 带着弟兄姐妹 靠着清晨之光的读经 然后来学习这一天的课程 很多的数据 那些装得你最后脑袋 都疲惫 然后到了晚上 有一天刚好 我跟佳静换了车 换了车以后 佳静就把我那个车 停在了蓝色的车 停在了马路旁边 马路旁边是不能过夜的 但是我就把另外一辆车 停到了车库里面 我当时就想来待会去停 结果我太累了 我竟然忘记停车了 我也没有想到去停 停他的那个车 那个车就在马路上过夜了 马路过夜你知道吗 如果被抓到的话 要贴什么呢 贴罚单的 要六十几块呢 那我早上 礼拜五早上 那时候我正在睡觉 大概是五点三十分 正在睡觉 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伊萨 起来 你的车 停在外面 非常清楚 当然我不是让大家 去追求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讲的是失败的经历 什么失败呢 我当时 突然真的就起来了 圣灵真的跟我讲话 伊萨 你的车停在外面 我就昨天晚上忘记了 太疲惫了 累了 我就忘记去停车了 竟然这样小的事情 神还跟我讲话 我当时就特别感动 我就心中很激动 主啊 感谢你对我讲话 就像那Summer一样 Summer Summer 声音很小就起来了 然后我就真的冲出去了 我就赶紧穿上衣服 然后整一整 然后就出去了 出去后看 我车停在外面 没有贴罚单呢 我就心里特别庆幸 我就特别庆幸 没有贴罚单呢 主啊 你为什么叫我起来 还这么早 我还可以再睡十分钟啊 我本身是五点四十分钟的闹钟 你五点半就把我叫起来了 当时我还心里面 用我的理性开始跟神对话 主啊 没有贴罚单呢 然后我心中又在想 并且这边也没有问题啊 那停在这边 我想也没有问题 主啊 你为什么要叫我起来 并且马上就要读经了 马上就要读经了 我稍微收拾一下 基本上到马上到六点了 我就赶紧去读经了 赶紧去读经 读经的时候 读完圣经 心里也很充满 很有恩典 很有神的话 心里也特别满足感 然后到了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读经就结束 导观就结束了 突然我听到外面 竟在扫街 你知道概念吗 扫街 有两个officer盯着我的车 然后就开始贴罚单 我就马上冲出去 我就跟那个officer讲 可不可以不贴 他说不行 一定要给你贴 那因为我一直竟然不知道 我那条路是扫街是礼拜五 因为对面是礼拜四 以前我问过我的邻居 我刚住进来的时候 我邻居告诉我说 礼拜三这边是扫街 我当时一直以为是礼拜三 并且我刚好那个地方 从来没有一个牌子上面写 他是这天扫街的 礼拜五扫街 连个警示牌都没有 我竟然住在那那么久 我竟然不知道 并且我问过邻居 邻居他说好像是礼拜三 那所以还误导我 我就没有听神的话 我是顺服了一遍冲出去 结果没有把车停到 正确的位置上去 我就以为反程过完夜了 也没有贴罚单就算了吧 然后马上就要读经了 然后你看我还很多借口 我就觉得 马上要跟神的话 要听神的话 读神的话了 竟然不去听 我就顺服了一半 那这是一个失败的经历 但是透过这次的经历 当时那个office 给我贴罚单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乐 为什么呢 我被神管教了 我也喜乐 那我就被惩戒了 那经过这个惩戒以后 我就对神更加的顺服 更加的信服 神要如果跟我有什么感动 我就赶尽去做 并且不用迟疑 不要怀疑 不要argue 你不要用你的理性 你用很多的东西 你跟神去对质 圣经你还用什么呢 我待会要读经了 主啊 我现在不行 没办法顺服 我现在要读经了 你看用圣经 读圣经 可以逃避你的顺服 我真的是 人很有意思 是不是 那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 有很深的一个学习 那有一次我记得 圣灵又有一个 给我感动 放在我心中的感动 那当时是礼拜天 一月 二月十三号 不是 二月 二月十一号 二月十一号 我们不是那个罗马书的 这个查经班要开始吗 那艾勒西亚 坐在我们当中 坐在我们当中 她知道 那时候神就给我感动 要给艾勒西亚姐妹 打个电话 然后邀请她来参加 这个罗马书查经班 当时呢 因为我 一月二十三 二十五号 经过这次经验呢 我就特别乖了 你知道吗 我不敢再迟疑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她 打完打电话的时候 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艾勒西亚姐妹 那个时候 礼拜天下午 她正好翻开罗马书 她就说 罗马书深度查经班 太深了 罗马书是谁 罗马书到底是什么 是谁写的 到底是 她就在困惑 她正在想 这个罗马书查经班 我要不要去 那时候她正好 打开这个罗马书查经班 罗马书的这卷书 我就电话正好打过去 打过去的时候 她说 牧师你知道吗 太神奇了 我正打开罗马书 你竟然打电话过来 告诉我 邀请我参加罗马书查经 说她也很顺服 就来参加这个罗马书查经了 并且经过查经 我看到她成长很快很快 我就感觉非常的喜乐 那我就看到 神当感动你的时候 你要敏锐 你还要顺服 你不能光敏锐 你不顺服 是不是 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地学习操练 神 跟神的互动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讲这些 也是鼓励弟兄姐妹 并不是我很成功 我很厉害 我也讲我 顺服了一半 还被贴了罚单 然后呢 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要操练 跟神之间的互动 那我们想读一段经文 就是 刚才我们读的 Summer记上 30章6到 第8节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那我在这里 就不特别再读了 我们透过大卫 他跟神之间的互动 来思想 我们怎么样跟神互动 我们思想 是什么原因 导致你 第一 你听不到神的声音 第二 你不能顺服 你听到了 但是你不能顺服 是什么原因 你要去思考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不能成为 一个顺服的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首先在这里呢 不是在定罪 当你 明白 为什么你不能 听到神的声音 你去处理那个问题 你一定会听到神的声音 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为什么不能顺服 你听到了 但你为什么不能顺服 你也去处理那个问题 你一定会积极地配合 你就会学习 怎么样跟圣灵互动 跟神互动 那首先我们看 刚才的经文 当讲到就是 大卫甚是交集 众人为自己的儿女 苦恼 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其实就是 急难中 情绪是要有出路的 那在急难当中 人有没有情绪 弟兄姐妹 有没有情绪 一定会有情绪 你会不会恐惧害怕 会不会 一定会有 像我妈妈她生病 她否定这个 她生病的时候 她甚至不去看医生 去逃避她的问题 她甚至用鼠灵 去遮盖她的问题 她说我拼命地读经 禁食 她觉得去 用这种方式去逃避 她的应该去面对的问题 当她真正被医生宣判 你再这样下去 你就只能死路一条了 她突然陷入到 一个非常脆弱的里面 当时她就非常小心 非常害怕 那个时候 我就跟她打电话 打电话 她就跟我吐苦 那时候 因为我哥哥陪着她 那段时间 第一期化疗的时候 在郑州 我哥哥呢 他因为他跟神的关系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他虽然也信 但是他也 他好像也受洗了 但他就没有 好好的亲近神 那段时间 我妈妈已经生病 我哥哥也不知道 怎么去处理 陪伴病人 说我妈妈又心情不好 一说的时候 我哥哥又承受不了 觉得我花时间 在这陪着你 你还跟我这样那样 然后又说 你之前不好好去看病 你在那里用你的信仰 去逃避你的问题 结果他们俩就陷入了 那个消耗战里面 说那一个月 我妈妈很痛苦 她身体又不舒服 然后我哥哥又说 她这样不行 那样不行 然后呢 她心情很糟糕很糟糕 她就每次跟我打电话 就在诉苦 情绪一定要有出口 那我记得 有一段时间 也是我哥哥 因为她女儿的问题 因为到了青少年 教育问题 然后他们的关系 张力很严重 然后呢 我就在想怎么样帮助他们 帮助的时候呢 结果呢 我哥哥跟我嫂打电话 抱怨我 他说以萨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都是你怎么样怎么样 你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个 我变成他们的出口了 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被抱怨 我变成了出口 但是呢 当时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我就觉得 我体恤他们 当然我不是说我很好 我真的也不够好 我也有情绪啊 当时我心里面有点气 我就 我为你们好 我给你们安排学校 结果竟然反过来 你还说我安排学校 造成了你们中间的矛盾 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不知道该做怎么决定 就把罪责啊 都怪到我头上来了 当时我就有点生气 气得我说 再也不管你们了 看你们怎么办 我真的心中有这个想法 但是跟神祷告 我觉得还是要爱 这是我的家人 圣经里面讲的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 那圣经里讲的 这人可咒可阻 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基督徒 要爱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当时 还是继续回应 耐心地跟我哥哥嫂子讲 包括他的女儿 就开导他们 怎么样亲近神 怎么样去 在这个过程里面 明白你自己的情绪 我也自己去理解他们 情绪一定要是要出口的 当时你看大卫有没有情绪 你知道吗 他回到这个西格拉城的时候呢 他的老婆孩子也被掳走了 当时他也不知道是死 还是活着 他自己的爱人也都不在了 整个西格拉城被洗劫一空了 大卫也焦急啊 大卫心里也很痛苦啊 他当时圣经描述什么呢 他们就极其痛苦 哭到什么程度啊 都没有力气哭了 圣经这么描述啊 当然跟着大卫那些人呢 他们也很痛苦 大家一起哭 第一反应是一起哭 哭哭哭哭完以后怎么样呢 醒悟过来了 那些跟着他的那些人怎么样呢 都抱怨大卫 都是你出的骚主意 当时雅极王邀请我们去 跟着非力士人到战场上 都是你出的骚主意啊 当然圣经没有描述这些细节 我们揣测一下 因为大卫是领袖 他就带领当时的这些 跟随他的人 随从这个非力士人到了战场 要跟扫罗的那边的伊斯利民 要打仗 当时呢 这个雅极王呢 就对大卫说 你要不要过来参加我们的战争 那大卫说 王 到时你知道我该会如何去做 但是后面的那些非力士人的领袖 看到大卫 这不是伊斯利民吗 他曾经还是扫罗的守卫 还是一个护卫长 那现在他到战场上来 万一突然倒戈怎么办 说他们就心中不安全 就说 他们就向这个雅极王发怒 他必须得回去 说把大卫赶回去了 赶回去 所以大卫才有机会回到城里看 西格拉城被洗劫一空 当时是亚玛利人 亚玛利人这个人 为什么上帝说 神要与亚玛利人永远为仇 因为亚玛利人这个民族非常可恨 怎么个可恨法 他经常在打仗的时候 不跟别人正面迎敌 常常是 别人在打仗的时候 他故意偷袭别人 他偷袭 当时偷袭的还是非力士帝 也偷袭大卫城 大卫当时住的那个西格拉城 所以他常常干的这种欺负弱小 那以东人也是这样的 以东人很喜欢落井下石 当时 你知道亚玛利人是谁的后裔吗 大家知道亚玛利人是谁的后裔吗 对 以嫂的后裔 你看以嫂的后裔 非常有个可恶的点是什么呢 他们都喜欢干落井下石的事 看到别人打仗 他就过去干偷袭的事 当时那个 这个 俄巴迪亚树也是讲到 以东人的问题 当时伊斯利民遭难 这些 以东人怎么样呢 就让他们更遭难 给他们落井下石 他们留下的人也杀害他们 这就是以东人的后代 亚玛利人更恨 更可恨 竟然当时就洗劫了 这个西格拉城 当时因为所有的兵丁 都去战场了 说整个城里面都是老弱 妇孺 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把这个城干掉了 当时大卫 跟他随从的人回来 他们心中都非常痛苦和焦急 所以他们就恨不得 用石头打死大卫 你会发现对大卫来讲 心情怎么样 大卫心中也焦急 他老婆孩子也不在了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众人还埋怨他 还要用石头打死他 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有的是做牧者也不容易 你知道对兄姐妹 包括我 爱我的哥哥 爱我的侄女 给他们 帮他们的时候 竟然他们还 就插石头拿 打死我了 差不多 那我就变成了个出口 他们就开始怪我 怪我出主意 给他们安排学校 让他们家里面起内论 起矛盾 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我就不参与你们的事 你们照样起矛盾 你起矛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帮你们选择一个好的学校 帮助你孩子的教育的问题 能够解决 结果他们在钱的问题上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只向我 你说我心里面也当时很不舒服 同样也是一样 做牧者往往在教会里面 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会不会 不会是吧 一定会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一定会 他也是一片好心 我也是一片好心 想要帮助 结果最后还被抱怨 就差拿石头打死我了 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的律法的惯例 如果现在还是律法时代 那真可能拿石头要打死我了 那你看摩西当时也是牧养 以色列民 好心一片 天天牧养他们 四十年陪伴他们 前面四十年皇宫学习 后面四十年矿业学习 用了八十年的时间 装备自己 然后去陪伴以色列民 竟然以色列民怎么样呢 也要拿石头打死他 你看摩西爱他们 爱得把命都不要了 甚至伊和华说要灭掉他们 摩西怎么说呢 你灭掉我可以 但是不能灭掉他们 请愿我的性命 从生命上涂抹 主要你也要拯救他们 你看摩西爱以色列民 爱到什么程度 但是摩西这么爱以色列民 以色列民怎么样 要打死他 这就是当时大卫的处境 他也是牧养这批人 四百个六百个人 总共六百个人 兵兵 但是大卫也能理解他们 因为他们的苦难 需要有出口 每个人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经历一个 哀伤的过程 这个哀伤的过程 一定是要经历的 医治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就是说真话 不受伤的一个安全空间 一个发展出一个 健康和智慧的眼光 爱与被爱 内化心中的一个过程 我在这里不讲 我们主要讲的是 医治其实是从真实的安全的空间开始 那我主要讲的是这五个阶段 就是每个人当你面对苦难 面对亲人失去 或者重大人生艰难的时候 你一定会经历这五个阶段 那这是一个库伯勒罗斯 他特别描述 把分析的人哀伤的五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否认 就当你发生一件事情 怎么可能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有一天 你突然站在那个秤上 你的体重本来是一百斤 突然变成了一百五 你第一反应会怎么样呢 肯定是秤坏了 是不是 否认怎么可能 我平时很好地注意 这个吃饭 然后168减肥 我都在做 结果本来是一百斤 怎么一个月没有粮 上去一秤一百五 肯定是秤坏了 否认是不是 第一反应就是否认 你遇到有什么重大困难 你第一反应 怎么可能 不会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定是别人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当你 后面你开始愤怒 开始愤怒 你不敢接受这个事实 你开始愤怒 愤怒你开始抱怨 你开始埋怨你周围的人 你就开始说 后面是抱怨完以后 是怎么样了 就是讨价还价 是什么意思 当初第一个就是 你会后悔自己 你就会内心开始后悔自己 当初如果我 如果再稍微谨慎一点 我好好去锻炼就好了 我当初为什么就不去锻炼呢 为什么不去跑步呢 为什么不好好节食 不好好控制呢 为什么不能够去 那个甜食 总是爱吃 为什么吃那么多甜食呢 你就开始去讨价还价 后面你开始抱怨 抱怨谁啊 你看都是老公天天 给我做么那么好吃的 又是熬了鸡汤 又是熬了什么 送了那么好吃的饭菜 把我养得这么胖 是不是 有没有这样子 开始抱怨他 你刚开始抱怨自己 又开始抱怨他 讨价还价 抱怨情绪 你老公气不气啊 我这么爱你 给你熬鸡汤 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 你竟然还抱怨我 你都不能接受是不是 然后关系破裂 最后怎么开始 进入抑郁了 最后就是抑郁的阶段 突然你的这个情绪啊 跌入到很深的一个深渊里面 你就抑郁了 想不开 因为你注重这个爱美嘛 女人爱美 你注重爱美 一下子你就开始抑郁了 想不开了 然后万一别人说你个胖这个字 那你就完蛋了 是不是 那你就整个人就 彻底就不行了 整个人就崩溃了 然后后面怎么呢 反正也改变不了事实 老公这么爱我 反正是每天熬鸡汤 每天做这么好吃 这个事实改变不了了 反正我也控制不住自己 总是爱吃这个 算了算了 还接受吧 150也挺好的 就接受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人哀伤的一个过程 不管你经历任何的痛苦 都是这个过程 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情绪是要有出口 你可以把这个过程 好好给耶稣写一封信 来表达这个过程 你不要去跟人去表达这个过程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你的情绪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你的情绪 能够感受你的情绪 所以说 那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地操练 跟神的关系 第二点就是 在极难当中学习依靠神 大卫也有情绪 他有没有抱怨别人 他有没有 他没有 并不是说他不想 他也想 他也不能 因为他一旦抱怨都完了 是不是 那说大卫呢 他也有情绪 他怎么样呢 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 心里坚固 大卫他心中很坚固 他依靠谁呢 耶和华 他的神 圣经里面 当时 耶和华第一次向雅各显现的时候 对他说一句话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但是后面没有说 我是雅各的神 因为当时雅各 还没有以神为神 雅各第一次听到神跟他讲话 最后雅各就跟那个地方起名 叫什么呢 伯特利 他说 难道神住在这里吗 他就跟那个地方起名 叫伯特利 那其实到底神的殿在哪里 弟兄姐妹 神的殿无处不在 那请问神 曾经有没有对雅各讲过话 神也跟雅各讲过话 但他从来没有听见过 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他为什么那次他听见了 因为他一下子一无所有了 他到了旷野里面 他睡觉的时候只能整石头了 他不能整那个好的枕头了 不能睡那个 那个King size的那个大床了 都不能睡了 不能有那么好的环境了 他突然一无所有了 他活在一个露天的环境里面 他整个人心 似乎那么不那么焦躁了 整个心好像似乎安静下来了 说那时候他能听见神跟他讲话 哦 耶和华正在这里 说他就起名叫伯特利 其实神一直都在向我们讲话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见 就像刚才这个遥控器 控制那个电脑 为什么没有反应 因为那个接收器 没有插在那个上面 插上去他就有反应了 说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一直按 刚开始都没有反应呢 不是上帝没有在按呢 上帝一直都在按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反应呢 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为神 我们还以自己为神 我们还是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 我们还没有接好 跟神的那个接收器 但是大卫已经接好了 他就依靠依化他的神 心里坚固 不抱怨 他就继续回去跟耶稣写信嘛 是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诗篇 总共150篇 大家猜猜大卫写了多少篇 大家猜猜 那个年代 笔墨那么贵重 纸张那么贵重 能写信的人 一定是有钱人 不太容易 那个时候都是羊皮卷 或者是铺草纸 都是羊皮卷 你现在写信很容易嘛 是不是 你拿个笔都可以写了 很容易写 你还不写 那个年代 你知道纸张写信 是很贵重的东西 大卫竟然写了73篇 说弟兄姐妹 如果大卫没有跟神 很好的关系 今天你诗篇也读不到了 你只能读到 大概77篇 那73篇你就读不到了 所以说也正是因为 大卫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他愿意跟耶稣写信 他愿意写诗篇 跟神互动 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 他里面也有苦度 他里面也有痛苦 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 他也求神来管教他 求神怎么样呢 来审判 愿他的恶人怎么样怎么样 但最后 他跟神祷告着祷告着 就说主啊 求你不要过度 就是不要杀他们了 就是以色列神 求你兴起 诚治万邦 后面说不要杀他们 你看刚开始神 他祷告的时候 要杀他们 后面祷告祷告着怎么样 跟耶稣写着信 写着什么 他的心变了 他说不要杀他们 让他们降为悲就好了 让他们谦卑 认识神 那这是 大卫跟耶稣写信的 一个互动的过程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你的情绪一定要有出口 但是千万不要 拿你家人当成出口 因为他也有 不能承受你情绪的一天 他也会有崩溃的一天 他也会有 情绪没有出路的时候 当然 对方很好的亲近神还可以 所以说第三 急难中要与上帝互动 大卫当时 他也面对老婆孩子不在了 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当他第一反应 赶紧什么 他也没有听别人的抱怨 别人抱怨他就不去管 他就第一反应什么呢 他就赶紧对亚西米勒的儿子 祭司亚比亚他说 请你赶紧把衣服都拿过来 我要求问神 到底怎么样 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不 然后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并且还可以救回来 当时大卫跟神祷告完以后 神就回应他 这就是祷告 今天你的祷告 神有没有对你回应 有没有回应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扫罗 我们其实在 撒门基上的 第29章 30章 31章 还有28章 这几章经文 就是在讲 大卫跟扫罗的不同 大卫当时 他也到了 非力士战场的时候 他心中恐惧 害怕 战惊 发颤 他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也不戒梦 乌领 先知回答他 扫罗就对他的臣谱说 我们去找一个 娇鬼的妇人吧 扫罗竟然到了 这种田地 他找不到出路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不是神 不跟他讲话 而是他内心的那种问题 越来越严重了 他爱面子 他不悔改 他不认罪 以至于最后 他根本听不到 神对他讲话 甚至还有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曾经帮助他的 萨姆尔 曾经有一段时间 扫罗也跟他不往来了 当然萨姆尔 后面就建筑了 还有一个 扫罗曾经做了一件事 他把罗伯城的 所有的祭司怎么样了 用刀怎么样了 杀了 他竟然杀了他的同伴 杀了那些属灵爱主的人 所以说难怪 没有回答他 曾经那些属灵的人 都被他杀了 有一个逃亡的 就是什么呢 亚西米勒 就是亚比米勒的儿子 亚西米勒 被大卫保护 所以说跟着大卫 你看扫罗跟大卫的不同 就在这个地方 大卫是拼命要保护 属神的人 敬虔的人 扫罗呢 因为他自己的私欲 他心中泄愤 竟然整个 罗伯城全部杀掉 牛羊也杀掉 祭司也杀掉 他们的孩子也杀掉 曾经神吩咐他 杀亚马利人的时候 他竟然联系亚甲 竟然不去杀那些牛羊 但是当他心中 仇混起来的时候 不该杀的全杀了 把整个罗伯城的 所有的金钱给毁灭掉了 所以你看扫罗最后 他怎么就不能听到神的声音 不是神不跟他讲话 而是他内心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活在那个愤怒的里面 活在那个情绪的伤害的里面 活在那个所有人 都害他的那个情绪里面 他不可能听到神讲话 最后他只能去求 教鬼 哇 这多么可怕 然后就总结了 扫罗为什么不能听到 耶和华的声音 第一个 他自以为听到了 耶和华的声音 他自以为 活在那个自我的那个 他认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 其实不是 他自认为 遵行了耶和华的差遣 大家就看这段经文 我只是做一个总结 就是撒门基上 15章15到30节 他用部分的顺服 代替完全的顺服 他并且还不悔改 他说什么呢 我已经顺服了 我已经把亚马利人都杀了 但是呢 亚甲王保护起来 牛羊不杀 那这些都是 他部分的顺服 代替了完全的顺服 他把自己的不顺服 合理化 那他还觉得 你看我这样做很好啊 还可以像耶和华献祭 多美 那你看 用 用自己的不顺服 还把他给合理化了 承认有罪 但是呢 却推卸责任 他说 哦 我有罪了 但是呢 都怪伊斯列民 他们要留亚甲王 他们要 这些牛羊保护起来 后面怎么样呢 他又承认有罪呢 他却以为 是得罪人 他说 哦 我得罪萨姆尔了 其实他得罪的不是萨姆尔 得罪的是神 后面他又说什么呢 他说 哎呀 萨姆尔 今天在这 所有伊斯列民会中当中 你还是给我点面子吧 跟我同行好不好 你看 爱面子 不真实 他包袱很重 他不可能听到圣灵的声音 然后 我自己又总结了一些 我们基督徒 为什么不能够听到 圣灵的声音 第一个就是 因为你的心 常常被践踏 受了伤 太重太重了 你没有去处理 第二个 土浅石头地 表面上你处理了 但是你内心 还有一些刚硬的东西 你没有去处理 还有经济地 经济地就是 你也处理完了 但是呢 你天天被 金钱名利地位 累住了你的心 被这个时代 搅到你 心 心很乱很乱 以至于你 没有办法 去听到圣灵的声音 还有第四个 我自己总结了 现代主义 就是过度注重理性 读圣经的时候 全是知识 然后呢 后现代主义什么 过度注重感觉 天天活在那个 这个人伤害了你 那个人伤害了你 天天就是活在 那个伤害的情绪里面 注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 律法主义的眼光 就是就觉得 好像我今天 没有好好顺服神 就以为明天 神不跟我讲话了 不对 神会跟你讲话 神继续会跟你讲话 圣经讲得很清楚 什么呢 圣灵内住到你们的里面 叫他永远与你们 什么 同在 圣灵会不会离开你 圣灵不会离开你 但是你会不会离开圣灵 会 不是圣灵离开了你 是我们离开了圣灵 是我们离开了神 我们活在那个 律法主义的里面 我们就认为 就那次我顺服了一半 如果我一直活在 那个纠结的里面 我不原谅我自己 我用律法主义 定我的罪 我就是一个不顺服的人 我一直活在 那个痛苦的里面 我怎么可能继续跟神互动 我被贴罚单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乐 因为我被神管教了 当然是透过 这个officer来管教我 我就很喜乐 我感谢神 我没有活在那个 继续定自己的罪的里面 我今天没有顺服好 顺服了一半 我明天我要学习 完全顺服 就是不要用律法主义 来定你的罪 不要用律法主义 去定别人的罪 还有一个就是翻济灰 就是我们经常服侍神 也有翻济灰 需要把它清理干净 如果你长时间不清理 你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了 还有最后就是说 因为有罪 你心中有罪 可能有什么问题 或者那个毒钩 或者自我中心 让你陷在那个里面 你没有办法 听到圣灵的声音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 三个点就是 我们要学习 敏锐与圣灵的操练 在级念当中 你的情绪到底 怎么去表达 你是给人了呢 还是给神了 你还是学习 每天操练与神同行呢 要不要尝试 跟耶稣写一封信 第二点就是 你在级念当中 有没有好好的靠神 好好的依靠神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最后有没有成为 你自己的神 还是支持亚伯拉罕 还是以撒的 还是某一个同工的神 或者某一个 教会的领袖的神 但是跟你没有关系 你要不要 让这位神 成为你的神 你跟祂可以互动 你可以跟祂建立关系 最后就是 在所有的困难当中 你都可以跟神互动 你可以聆听神的声音 你可以跟神祷告 上帝会回应你 但是为什么 你祷告了神不回应 不是神没有回应 是我们听不见 是我们不晓得 神怎么回应你 是我们活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里面 你被各种各样的东西 搅扰住了 你没有办法听到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今天愿不愿意 听到神的声音 如果你愿意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今天是圣餐 这个时刻 来到主的面前 就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他就拿起笔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众人神 你们要如此心 为的是纪念我 照样饭后 爷爷所以拿起笔来说 这是我的血 为你们众人所流的 你们要如此心 为的是纪念我 或许你在这个时刻当中 你内心当中 还有很多的纠结 还有很多的困惑 还有很多的情绪 在极难当中 你也产生了很多的哀伤 好不好 你在这个时刻当中 你把你的哀伤 带到耶稣的面前 或许你在这个时刻当中 你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 因为你一直活在一个情绪当中 但是你可以向神来诉说 让耶稣陪伴你度过这个哀伤的过程 当耶稣陪伴你度过的时候 你一定会听到圣灵向你说话 你一定会听到神向你说话 并且来操练我们的顺度 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面向神来认罪悔改 倘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内心当中 有抱怨 有情绪 有痛苦 因为这些情绪 这些痛苦 我们讲了不该讲的话 我们说了不该说的事 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们不要去 用情绪来遮蔽你的罪 就像当时的扫罗王一样 都是伊斯利民 我们不要活在那个抱怨的里面 那个推卸责任的里面 如果你犯了罪 在情绪当中犯了罪 你就会向神来祷告 求神来赦免你 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讨论你愿意 你在主的面前 用一分钟的时间 跟主来祷告和互动 并且来接受主耶稣的保血 和耶稣的身体 我们一起来领受 与主的身体和保血 我记住 我爱你 我要夸你的爱物 至今 我的主 我要夸你的爱物 至今 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夸你的爱物 至今 我记住 我爱你 我要夸你的爱物 至今 我的主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夸你的爱物 至今 我的主 我要夸你的爱物 至今 祝啊 祝啊 祝你是永远爱我们的神 祝啊 不管我们的人生当中 遇到任何的事情 甚至我们在抱怨 甚至我们要拿石头 但是主啊 你都没有跟我们计较 你存留我们的性命 直到如今 主啊你是何等的 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在约翰福音十三章 告诉我们说 你既然爱他们 你就爱他们到底 主啊 是我们的罪把你 钉在了十字架上面 但是主啊 你却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 你用十字架来传达你的爱 主啊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你说终于夫人忘记吃奶的婴孩 耶和华也不会忘记我们 纵然我们忘记了你 你也不会忘记我们 神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我们说 今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里面前 回应你的爱 主啊愿天赋你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